这个来自东方的富家公子 忐忑不安地来到法国女孩身边 为了搭讪 她竟想到了如此拙劣的方式 然而递出烟河的手 却不自觉地颤抖 女孩撇了一眼礼貌拒绝 这让男人感到很尴尬 就在她正感到不知所措时 女孩不经意回头 正好看到了身后的那辆号车 她意识到男人的身份不一般 态度立马360度转变 不仅主动自我介绍 还询问对方的身份 刚才还一脸失落的男人 顿时感到兴奋不已 撇着嘴介绍起自己的家事和财富 英俊的外表配上贵公子的身份 两人很快熟络地聊了钱 得知女孩在等船去城里的寄宿学校 男人便主动提出开车送她去 虽然两人坐在车上保持着距离 但女孩知道男人的真实目的 于是故意伸出一只手 放在了座椅的中央 而男人敏感地察觉到了这一点 自然不会放过这样的机会 手指慢慢地朝对方靠近的同时 也细心观察着女孩的反应 指尖触动的那一刻 女孩心中不由地一颤 然而男人的动作却越发大胆 此时即便感到紧张不容易 她却明白这样的机会千载万分 她知道自己成功了 此时女孩虽然没有说话 但脸上的红韵和迷离的眼神 足以说明一切 成功破冰的男人感到十分享受 然而车子不知不觉已到达了学校 美好的时光终究太短暂 男人显得意犹未尽 在女孩下车后 她盯着对方白瘦的背影不可自拔 安娜故作镇定地和男人道别后 便离开了 虽然这只是一次短暂的接触 但女孩却用自己的方式 让这个男人终身难忘 她本以为这是一场爱情泄后 殊不知女孩只是建材起 因为她真的需要钱 自从父亲去世后 安娜的家庭开始变得拮据起来 一家人全靠母亲当小学教师支撑着 然而哥哥却偏偏不成情 不仅染上了鸦片和堵 三天两头还偷家里的钱 她性格暴躁自私自利 吃饭时全部着把好吃的留给自己 性格软弱的弟弟总是被她气哭 安娜对此显得无能为力 然而母亲却偏偏最疼爱哥 仅仅因为她是家里最年长的女孩 这让安娜的心里感到十分难过 她拼命想摆脱原生家庭的枷锁 而梁少的出现让安娜看到了希望 她明白这是一次机会 令她惊喜的是 第二天放学经过校门口时 安娜竟然再次看到了熟悉的黑色豪车 她不知道男人等了多久 但还是不由自主地朝车子走过去 此时男人的眼神里闪过一丝慌乱 安娜来到窗前与她对视了起来 此时梁少依旧感到呼吸紧张 然而接下来女孩的举动 却让她的灵魂彻底被俘获 安娜隔着一层薄薄的玻璃 深情地亲吻背面的男人 盯着女孩娇艳欲低的红唇 男人享受地闭上双眼 这一刻她觉得两人之间似乎没有距离 竟然不自觉地咽下口水 而女孩在车窗上留下自己的唇印后 小学使留意周围 想看看那辆豪车有没有出现 可她却再也没有见到对方 直到学校放假这天 她终于再次见到 期盼已久的飞色轿车 连忙穿上衣服跑向往 静直地向轿车走去 在室友的注视中 轿车驶离了学校 车上两人默契地没有说话 但相视的一笑 都已明白对方的心思 她觉得这只是一场交易 她却认为这是一场爱情 之后梁少将安娜带到了一处华人公寓 她向安娜解释道 听到女孩的回答 梁少却怅然弱势起来 她认为女孩既然肯跟自己来这里 那么别的男人也可以带走她 然而女孩却说 自己是第一次跟男人进入 这个回答却让梁少再次坦克起来 她觉得自己对女孩的情感 并不是肤浅的见色起义 我害怕 我害怕你 梁少文言 心里不禁升起一股淡淡的悲伤 明白女孩并没有爱上自己 她钟情地只是她的财富而已 因为对方是白人 而自己却是地道的东方人 在这个巨龙沉睡的时代 即便在落魄的白人 他们骨子里依旧认为自己高人一名 此刻她贫穷地只拿得出金钱 而她高贵地却只剩下了肤色 但是这一夜无关财富地位 有的只是关于人类永恒的艺术探访 两人在阳光明媚的下午爬下了床 车上已经有过亲密接触的两人 虽然都没有说话 但是心中已然没有了哥 之后 两人来到了一家高级餐厅 这时安娜调侃说 要是自己的母亲和哥哥知道 自己给一个中国人做情人 非杀了梁少不可 他们绝不允许自己和东方人交往 此时梁少却只是轻轻理想 随后便对安娜说道 安娜听后脸上闪过一丝不怨 但也毫不示弱地回应道 这样最好 反正自己也不想嫁给他 之后两人都沉默不说话 但在结账时 男人举手投足间的自信 让安娜对他越发痴迷起来 所以当晚回到宿舍后 她的眼中隐隐泛起了泪光 之后的日子里 安娜会经常坐上豪车来到公寓 这是独属于他们两个人的世界 他们尽情地享受着美好时光 然而由于沉迷与快乐 安娜上课时打瞌睡被老师发现 再加上她最近经常夜不归宿 学校便将此事告知了安娜的母亲 而毫不知情的安娜 还坐着凉烧的豪车回家 母亲正好看到了这一步 即便安娜表现得很正常 但是到了晚上 母亲气愤地质问她 是不是和外面的男人勾三大四 安娜连忙谎称对方只是 自己的一个富豪朋友 她垂涎于自己的美貌 而自己也只是为了钱财和她相处 但两人绝对只是纯粹的朋友关系 然而一旁的哥哥却不嫌是大 嘴里不断地嘲讽妹妹不知廉耻 母亲虽然没有再继续追问下去 但是安娜对于这个 缺乏温暖的家庭感到心里憔悴 为了打消母亲的故女 安娜带着一家人来到了城里 并让梁少请她们吃饭 高档餐厅内 梁少显得彬彬有礼即有教育 可一家人却因她是个中国人 脸上没有一丝好脸色 哥哥更是直接点了一瓶最贵的红酒 席间 梁少耐心地和他们介绍起自己的家庭 然而几人像香巴老进城一样 只顾狼吞虎咽 根本就没有留意梁少说什么 他们甚至还以为 这个身份低下的东方男人 正在贵求高贵的白人女孩 所以一切显得那样的理所引导 而安娜不想让家人知道 自己只是梁少的情人 所以她竭力装出一副冷漠的姿态 这让梁少感到自己就像个小丑 但她依旧极力保持着风度 场面却不可避免地陷入了尴尬 可是吃饱喝足准备结账时 母亲却开始装睡了起来 哥哥更是看了一眼金额后 直接将账单推向了安娜 安娜却顺手推到了梁少面前 她不能在家人面前露弦 而梁少健壮却慷慨地掏出钱包 她一张张地轻点着钞票 清脆的响声惊醒了装睡的母亲 看到如此多的钞票 老女人两眼瞬间放光 这时安娜终于露出了得意的笑容 而母亲仿佛看到了全家的希望 然而哥哥却一脸情 他和家人张牙舞爪移开的姿态 与梁少的绅士风度形成鲜明对比 舞会上梁少和安娜跳起了绝术 但是母亲和哥哥们却故意在一旁大肆嘲笑 这时梁少问起他们在笑什么 早就憋了一口气的哥哥 此时终于找到了发泄的借口 梁少用自己的风度和退让 既保全了自己的面子 又给对方一个台阶下 然而究竟是谁体弱不堪 所有人都心知肚敌 这场尊严之战 他已退为尽大获全胜 然而安娜却故意让他颜面扫地 他和弟弟跳起了贴声舞 伴随着欢快的音乐 两人的行为显得有些过不 就连老母亲都有些看不下去 这一刻梁少觉得 自己的尊严被狠狠地践踏 但依旧强压着心中的怒口 直到两人回到崩溢 压抑已久的情绪终于爆发了出来 他狠狠地给了安娜叶尔光红 粗暴地将她推倒在床 但是怒气依旧无法轻易消除 只有通过折磨对方来弥补 然而安娜却故意做出无所谓的姿态 梁少不明白 安娜为何要这样对待自己 她一往情深却遭受折磨 隔天 安娜就将前一分不少地交给了母亲 母亲对钞票的由来心知肚敌 然而她非但没有责怪你们 反而带着安娜来到学校 向老师申请 让安娜可以在夜间自由活动 没有了限制 安娜和梁少的约会越来越平坦 这也让梁少对她的情感越发深厚 她甚至做出了违背祖宗的决定 竟将母亲的遗物钻戒 亲自带在了安娜手上 她是真的想娶这个深爱的女孩 此时安娜盯着戒指 内心第一次出动了情 之后梁少又特意回到郎家 她跪在父亲面前表明心 我真的不可以离开这个派古女子 我真的很无论 请问爹里 请问我们正式结婚 而父亲却早已给她安排好了婚事 对方是大户人家的小姐 而这也是她继承家业的条件 父亲让儿子在财富 和法国女子之间做出选择 此刻梁少眼中含泪 因为她明白 如果失去了父亲的财富 那自己什么也不是 之后 她向安娜坦白了一切 自己不能放弃父亲的财富 况且安娜也不会看上一无所有的来源 所以在一个月之后 她就要和父亲安排好的女人结婚 但梁少依旧表示 只要安娜愿意嫁给自己忍受平均 她可以选择放弃一切 安娜还是和从前一样现实 她表示梁少父亲做的一切 才是正确的 其实她一直梦想着回到法国 她十分想念父亲在世时 那个曾经富有的家庭 这时梁少终于明白 安娜为何如此执着于金钱呢 因为她本就出生富贵人家 也清楚他们之间注定没有结局 在落日的余晖下 两人的背影显得格外冷清 这晚 他们再次来到公寓 安娜第一次穿上了汉衣 今晚她就像她的新娘 然而梁少为了让自己彻底死心 她抬起女孩的下巴让她说出 她接近自己只是为了钱 repeat on me i was thinking about money and only about money i was thinking about money and only about money since i've done so much better i would love to but i'm without strength i've got any strength at all i'm dead i could not look like the one who doesn't love i could not look like the one who doesn't love 她一直幻想的爱情在今夜死去 或许此生她都不会再活过来 所有的挣扎在时代潮流面前 显得那样的不堪一击 从此之后 梁绍每天靠熄大烟蓄度光阴 只为埋葬她这份一生仅有的真爱 随着结婚的日子越来越紧 这天安娜再次来到风雨 她希望梁绍结婚后 能够在这里与自己见最后一面 因为不久后她也将回到法国 永远地离开这个地方 转眼来到大喜之日 梁绍和从未谋面的富家小姐拜堂成亲 但是她脸上却看不到一丝快乐 也就在她眼间 她一眼望见了人群中坐着的女孩 二人四目相对 仿佛是在做最后的告别 炮火轰鸣中 她扶着新娘缓缓走向船 女孩就这样远远地看着她 等安娜回到家时 发现行李已经打包好了 他们后天就将登上回国的游泳 母亲这时告诉她 她的那个中国朋友 不仅帮她大哥还清了所有赌债 还承担了他们一家人回国的费用 字里行间全是对男人的认可 秘如既往的答案仿佛已成习惯 但母亲早已看穿了一切 却再也没说话 到了约定的那天 安娜身着黑衣再次来到公寓 然而此时的公寓却焕然一醒 小小的房间见证了曾经的欢乐 然而她等到凌晨 那道熟悉的身影再也没有出现 她最后给哭死的花椒水 这些植物就像男人 她一直生活在阴暗的环境中 苦苦等待着爱情的滋养 次日 安娜坐上了回家的轮床 她穿着和梁绍第一次相遇时的那件衣服 幻想着那个谦逊温和的男人再次出现 可随着轮船开动 眼前只有挥手道别的陌生人 她明白了这一切已成奢求 然而等船开过一处拐角处时 那辆熟悉的黑色轿车 却缓缓地出现在了她的视线中 安娜嘴角不自觉地上摇 她知道车里的男人 此时一定在默默地注视着自己 于是她故意将脚搭在栏杆上 做出和男人第一次相遇时的动作 二人隔空凝视 无声地和对方道别 直到再也看不到彼此的身影 然而安娜却站在甲板上 久久不愿离去 直至深夜 耳边突然传来了熟悉的华尔兹乐曲 这一刻 悲痛如洪水般喷涌而出 瞬间冲垮了她内心的堤坝 女孩失声痛哭 她想起了海角边上的那个男人 那是她迟迟不敢承认的情报 而这段刻骨铭心的爱情 就像水流失于沙漠 一切终究败给了残酷的现实 败给了不可抵挡的时代红明 永别了 我的情人 时间过去了50年 安娜垂垂老矣 她已经是鼎鼎有名的大作家 这天突然接到一个电话 电话的那头 是一个熟悉又陌生的中国口音 她声音颤抖 如同他们第一次相遇时的那样 男人说自己对她的爱从未感念 直至生命消亡 至死不渝